大家好 欢迎来到北域阅读 刚才呢 我们讲完了项羽的家族问题 接下来 我们讲一讲项羽小的时候的学习问题 那么用一句话来概括呢 项羽小的时候是一个十足的熊孩子 原文呢是这么说的 项羽少时学书不成 去学见又不成 项羽怒之 即曰书族以记名姓而已 见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 于是项羽乃交集兵法 即大喜略知其又不肯敬学 那么什么叫学书 不成呢 有人说书啊 当然是四书五经了 那你就犯了两个错误 第一 所谓的四书啊 那是宋代的朱西编的 汉代的时候啊 还没有所谓的四书呢 五经呢 是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时候搞的 这个时候啊 是秦始皇时期 当时啊 是焚书坑儒 你要是敢读这些东西 那弄死你对吧 所以呢 学书不成肯定不是 学的四书五经了 那么书指的是什么呢 有人说是书法 那也错了 因为那个时候啊 咱们普遍写的是小传或者秦传 那时候所谓的历书啊 楷书啊 都没有呢 所以学什么书法呀 如果你仔细去查阅字典 就会发现书啊 还有一个更基本的意思 那就是指的是字 所以学书不成的意思是 学写字没有学会 说白了 项羽小的时候啊 是个文盲 或者说半文嘛 不太会写字 那文不行怎么办呀 学武啊 那武学的又怎么样呢 原文说又不成 所以项羽觉得这个侄子啊 推不靠谱 是怒之 项羽啊 一说项羽 这个项羽还特别有理由 就像现在的家长啊 你敢说孩子一句 孩子十句话等着你呢 这个项羽啊 振振有词的说 写字有什么用啊 不就是签名吗 没什么大用处 而学见呢 那也没什么大用处 你想 学见不就是决斗吗 跟谁决斗 跟一个人决斗 所以啊 剑术是一人敌 我不想学 我要学的是万人敌 就是说这种本领啊 能够敌得上上万人的 这么一个东西 那什么是万人敌的 当然是兵法了 只有当将军 用兵法去统治下面 才能万人敌嘛 项羽啊 毕竟是降门之后 条件啊 确实非常好 一般家庭啊 肯定没有这个条件 你想啊 文不行 无也不行 那怎么办啊 用现在的情况来说 那赶紧去做点小买卖 卖水果去吧 但是啊 项羽的家庭啊 确实非常好 是适事为楚江啊 他是一个将军世家 是楚国的大贵族啊 他就好像我们现在的富二代 你学习不好吧 体育也不好 高考不好 那就安排出国吧 发现出国连英语都学不会 那怎么办 没关系 回来到爸爸的公司当个总经理吧 总是有出路的 项羽啊 就是这种情况 于是呢 项梁啊 就开始教项羽兵法了 项羽很高兴啊 有一点点兴趣 然后呢 很快又放弃了 所以项羽小的时候的表现啊 实在是不能让项梁满意了 但是啊 我可以提供两条比较有趣的资料 给大家分享一下 主要是看一下项羽的兵法 到底学的怎么样呢 如果大家看过 项羽的行军打仗啊 其实还有一个理论总结了 这个片名呢 就叫项王 属于兵家的作品 当时负责教书的刘项 应该看过这篇文章 也就是项王啊 于是呢 将他记录在案 后来被班固看见了 就写进汉书的译文字里了 只不过非常可惜啊 这本书现在没有流传至今 我们无缘一见了 但是这一点至少说明 项羽的兵法也不是一无是处的 他还有理论总结了 第二个材料呢 是来自史记的高祖本纪 当年的刘邦啊 去讨伐造反的情部 这里啊 我们先不讲情部 因为后面我们会很多的 讲到这个人啊 当时啊 两军对阵啊 刘邦一看情部的排兵布阵啊 居然和当年的项羽啊 一模一样 所以刘邦啊 打心眼里就特别讨厌 啊 琢磨着 哎 项羽刚死 怎么另一个项羽好像又活了一样 从这个例子中 我们也能看出来 项羽的排兵布阵啊 还有他独特的一个特点 要不然啊 情部摆出这个阵势 为什么我们的刘邦呢 非常讨厌呢 因此啊 咱们说项羽所谓的 又不肯尽学 其实啊 还真不是不学武术 还是学的呀 比一般人要强的多的 只不过呢 这个兵法 从项羽的角度来说 还是弱了点 还是不够的 刚才讲的呢 是项羽的学习的经历 那么司马迁 为什么要介绍项羽的学习经历呢 哎 他不是来讽刺他 实际呢 是在表扬他的 这里啊 我们提一个人 叫郭松涛 他是乡军的创建者之一 也是中国啊 第一个驻外史节 他写了一本史记的读书笔记 叫做史记杂记 里面是这么评价这一段文字的 他说 此力序项羽 为人 雷雷有英雄气 意思是 项羽啊 不是学不好 也不是智商不够 而是不屑于学这些 写字啊 基建等等龌龊的小学问 他要学的 是那种能够展示出自己 英雄豪气的 大的军事战术 这种东西 这里啊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孩子 他广阔的心胸啊 其实啊 要干一番大事 没有大的心胸 是绝对不行的 但是啊 你想一想 一个人没有在关键的青年时期 系统的读过一些 比较深刻的书 那么结果是什么呢 一个人的心性 一个人的逻辑性 一个人的体系性 一个人思考的深度 他都会受到影响的 而这一切 可能就注定了一个人 事业的高度了 所以啊 郭松涛又不无遗憾的评论说 这是项羽的长处 也是他的短处啊 项羽 雷雷有英雄气 但同时啊 少了一些 深沉之量 是以终身无成啊 仔细想一想啊 项羽打仗 还真的是这样的 一方面他勇猛无比 排兵布阵啊 很是在行 在两汉的那个时期 要有人能够真的硬碰硬 跟项羽打 能打赢他 那真的是很少的 而且呢 他战术上往往是收获奇效 颇有独创性呢 但另一方面啊 在整个战略上 他和刘邦的差距啊 是非常之大的 随着我们这个课程的深入 你会越来越明显的 体会到这一点 战略上的差距 这个项羽啊 非常像一个突击队长 而不是一个具有全局观念的 合格的统帅 这种战略上的缺陷呢 是不是又不肯敬学的 一个必然结果呢 在这一点上啊 毛泽东应该是项羽最好的榜样 当然啊 毛泽东比项羽晚得多 不可能成为他的老师了 你看啊 毛泽东24史全部读过的 你想想24史有多少啊 从史记汉书 后汉书三国志 这所谓的前四史 一直到明史为止 这样24本史书 叫24史 这些书有多少呢 我买了一套 大概呢 是四千多万字 然后呢 摆在书架上呢 大体是六米半的宽度 但是这个毛泽东啊 居然读了三回之多啊 而且他都不是简单读的 是带着点评批注读的 另外还有一部 司马光的史学名著 资质通鉴 一箱呢 是二十本 我买了一套 这个毛泽东啊 读这样一箱书啊 前后 十七次之多呀 我们现在 依然能够去买到 带着他老人家 点评的 自制通鉴版本来 你想想 这么大的阅读量 不仅仅啊 让毛主席这个人 具有了血 七律长征啊 沁元春雪等等诗歌的能力 更重要的是 让他具有了与众不同的战略眼光 所以我们看啊 毛泽东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 在不利情况之下 依然能够杀出重围 日后啊 还能在国共两党的战争中 取得最后的胜利 在我看来 一定有他的过人之处啊 但是这个过人之处呢 不能够简单的概括 至少啊 他的阅读 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啊 因此 我们不能小看这个读书啊 咱们读到的 不仅仅是一种知识 那是将死的小学问 更重要的是要学一种 深沉之量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